今天就是要蓋出我們的終界商店啦 喔 嗨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冬瓜 歡迎來到我們的CC生存囉 那我們上一集 不是跟河瑪一起去 送禮嘛 給各個追逐者嘛對不對 那今天冬瓜這一集呢 就是要把終界商店蓋出來啦 因為冬瓜跟河瑪 我們兩個私底下去了終界 然後把一兩萬個以內的終界層 所有的終界層掃空 沒錯 所以現在追逐者們 需要戒服殼或是戒服盒 或是翹市的東西 都是要透過我們兩個才可以取得喔 要不然他們自己去找也可以啦 但是會找得要死就對了 呵呵呵 那我們就來趕快來我們的工程吧 那先把戒服盒全部放出來 那冬瓜這次使用的材料就是 黑色混凝土 因為冬瓜想要蓋出一隻 可愛的小安德 所以呢 我們需要 欸 混凝土製造機 那我冬瓜就現在先 馬上來蓋一個吧對不對 反正這很好蓋的啦 首先先放一個 投擲器 然後後面放 石頭 然後這邊放紅石粉 肉斗放這裡 上面再放箱子 然後再一個觀察者 哎呀我怎麼每次放觀察者 我方向都會放錯 然後這邊再放一個石頭 就逃 這邊把它挖開 這邊要放箱子的 放一個箱子就好了 反正我們等一下挖一挖就 就會把它拆掉 這邊再放個黑曜石 然後這邊 要放水流的地方 把它圍起來 倒桶水 好啦那我們簡易的混凝土製造機 就已經完成了 就是這麼簡單對不對 之前冬瓜也有蓋過嘛 好 拿出來 把我們的 歷石 還有沙紙 還有我們的染料 墨囊 先拿出墨囊 黑色混凝土粉末 嗯 再一組再一組 起碼四組 雖然我沒有要蓋很大 然後再 洋紅色 還有粉紅色染料 各一組 其實不用各一組欸 不用太多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只是要做眼睛而已 好 剩下的就把它放回去吧 沙紙 然後我們手上先拿一組嘛對不對 先拿一組 然後其他就把它放在裡面 應該都被吸進來了 然後就會放在裡面 然後我就 這樣子放 然後邊挖 沒錯 嘿 有沒有覺得這樣子很快速 呵呵呵呵 可是這樣子也是要挖很久呢 喔 天啊 黑色挖完換 洋紅色 然後接下來是粉紅色 然後全部挖完了 好 全部挖完了 齁都在裡面了啦 對不對 那就可以把我們這個拆掉啦 呵呵 臨時的混凝土製造機 好 就拿出我們的兩箱上去就好了 其他就用不到啦 因為其他都是歷史嘛 還有沙紙 那我們又把商店蓋在哪裡呢 欸 東瓜是想說把它蓋在 往這邊往上走往上走 然後上面有個平台的地方 沒錯 大概就是往這個地方 因為 安德寶寶就是要 站在比較高的地方看人家 對不對 讓人家才會怕怕得 沒有啦 開玩笑了 大概是這個位置吧 然後把這邊產平 開始 大概這樣子就好了 不用太大 沒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拿出我們的東西來 我們就開始來蓋啦 黑色混凝土 一二三次 這他的角 這樣子 然後再拉出三格 天啊 你知道黑色的完全看不到 你知道嗎 一點紋路都沒有欸 要晚上了 嘿咻 然後蓋出他的角之後呢 再墊高一格 嘿 晚上真的看不到黑色混凝土啦 唉 我記得是這個位置 這邊有一張床 好像是估計酋長 我先給他借來睡睡 唉 各位夜美 等一下 我要睡覺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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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嚇死我了 哈哈哈 你們看這黑色混凝土齁 不是我在說 真的一點紋路都沒有 真的是啦 看得出來 我到底蓋了什麼東西 然後把他圍起來 嗯 嗯 好像蓋錯 哈哈哈 還要再往外面繞一圈啦 對啦 嗯 大概是這樣 嘿 胖胖的 胖胖的 嘿 欸 我怎麼覺得很奇怪 這個 這邊是 兩個 啊這邊是一格 哦 天啊 連這個都可以蓋錯是怎樣啊 把他縮進來 對 把他縮進來 然後把他蓋起來 黑媽媽的 呵呵呵 然後這個地方 1 2 3 4 5 6 他的身體 6格的高度 沒錯 然後就 把他圍起來吧 喔 欸 天啊 黑色真的是 看不太清楚 你知道嗎 是我射盲還是怎樣 一定不是我射盲 這肯定是他的問題 呵呵呵 真的是黑媽媽的呢 這這這這怎麼對啊 好 這就是他身體的部分 這身體的部分 我先不要把他弄起來 因為弄起來的話 我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有夠黑 那這邊就把電出去 因為這邊要蓋頭的 蓋頭的這邊 嘿咻 頭的就比身體大一點 因為 可愛的東西 蓋的就是要比身體還大 這樣子才會可愛嘛對不對 雖然我也不知道 我蓋出來可不可愛 百分蓋出來就知道了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 給他兩格高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要做 他的眼睛的部分啊 他的眼睛這邊是兩格 然後接下來是陽紅色 嘿咻 哎呦 差點掉下了 嘿 然後再粉紅色 然後這中間給他放 黑色混凝圖 這邊給他放粉紅色 楊紅色 粉紅色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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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怎麼奇怪怎麼看得越來越奇怪 這邊要兩格啦 喔 在這邊 我到底在幹嘛 不瞞各位說我又是在半夜露營 哈哈哈哈 不可以怪冬瓜嘛 因為冬瓜也不想要半夜露營 就是真的太忙你知道嗎 太多事情要做啦 所以才選擇半夜露營啦 要不然冬瓜也不想要半夜露營啦 好下去看一下 嗚呼 哇 好可愛喔 大概就這樣吧 好上去上去 不是不是上去 是把史萊姆放快 先收好 然後先做出他的手熟的地方 天啊 他的手熟 要對在哪一格啊 有夠黑的欸 這個 黑金貓屋的 喔 終於 有夠黑的 一格 兩格 三 第四格 這邊拉出來 喔天啊好黑喔 來拉出來 拉出四格 一二三四 然後這邊也把他拉出來 然後他的手要粗一點 沒錯 他的手要粗一點 唉唷 一直掉下去就飽了 他的手熟大概就長這樣 嗯 好 等一下再把史萊姆放快打掉就好 真的 對這個真是有夠麻煩的 因為看不到你知道嗎 完全看不到 你看 黑漆麻烏的 這邊 手熟 一二三 四 一 二三 四 一 這黑人這樣是 這樣怎麼看啦 哎呀 黑色的魂力圖沒了 我以為這樣就夠了欸 沒關係 我們再去做 天啊好麻煩喔 我剛還把魂力圖製造機拆掉欸 喔 好繼續來我們的工程啦 剛剛放到這裡嘛對不對 黑漆麻烏的 不是我在說 這邊手怎麼那麼短 呵呵 給他加長一點 怎麼覺得怪怪的 這個 黑到一個不行 那我到底有沒有蓋到 我都不知道欸 應該有吧 啊就這樣吼 然後就上去 把那個 空洞 全部把它補起來 我忘記拿東西了 喔天啊 拿中介主 雖然只有一點點而已 把這個空洞全部補起來 真的是 有夠 黑漆麻烏的 到底有沒有蓋到啊 好甜啊 我覺得我的 人生好黑暗喔 怎麼會這麼黑 有夠黑漆麻烏的啦 哇他有點習慣 好像看得到了你知道嗎 雖然 他 很黑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 紋路在你知道嗎 蛤 不是紋路啦 就是 漸層感 反正很難看就對了 我的眼睛快花了你知道嗎 好 在上面放 中介主哈 天線寶寶 呵呵呵 嗯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插蠟燭 有 把這邊打掉 剛剛做記號的地方打掉 然後就拿出我們 殉屍圖 把這邊圍起來 天啊好黑喔 應該是放這一格啦 拉出六格 1 2 3 4 5 6 先這樣子把他圍起來 然後墊上去 1 2 3 4 5 5格高 我原本想用草地的你知道嗎 可是想說不要好了 因為這邊是 蘑菇島嘛對不對 蘑菇島就給他用比較特別的啦 先在裡面插火吧 天啊有沒有插火吧 還是很暗 又一個田 嘿 我也要再去借床來睡了 啊 見識圖不夠 嘿咻 用草地鋪好了 草地也是可以嘛 它會蔓延嘛對不對 我要去借床囉 睡 圓圓的看其實還蠻可愛 你知道嗎 呵呵呵 然後把上面鋪起來 然後上面放四支蠟燭 嘿 呵呵呵 四支蠟燭 大概就這樣的感覺 喔呦 其實還蠻可愛的嘛 哈哈 然後拿出我們的石頭 我把它做成石磚 然後做一些階梯 中心點是在哪裡啊 中心點這樣子好了 好就這樣 大家要去他的肚子裡面消費 呵呵呵 這邊要做好對不對 要讓那個顧客上來的時候 很輕鬆自在 不要在那邊跳來跳去 所以我們就貼心一點 蓋一些樓梯 嗯 樓梯竟然不夠 再去補一下 然後 等一下 這個 震師圖的地方 我全部把它放成半磚 好 就從這邊開始產囉 開始放半磚 第一個 恃 以及 好啦 然後旁邊這兩個大箱子就是放 他們要跟我們交易的東西啦 然後我就出一些任務給何某囉 任務就已經出給他啦 那我們就來準備做街舞而已囉 好囉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點下喜歡 如果還要持續追蹤我後續的動態的話 請幫我點下訂閱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想要讓更多人看到冬瓜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冬瓜分享唷 還有什麼建議或想法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或是直接到粉絲團視訊我都可以唷 我一定都會看不一定回覆唷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他這樣看起來真的很像拿蛋糕耶